15号上午,清府会和亚洲大学合作 举办了中区大学志工博览会 邀请各大专院校的服务型社团 以及非盈利性的社福机构 总共80个单位 要展现这些年来志工服务的成果 非洲、马来西亚、中南美 以及泰国等等我们都有我们同学的足迹 同时我们认为品格教育是志工教育的一个祭祀 最慢最慢105号的1月1号 行政院的清府会就是教育部 现在的教育部就是未来的行政院青年舞蹈委员会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部会要合同为一 成为一个新的教育部 不管是学生社团或是社福机构 每个单位都各有其特色 有的指导民众利用不要的广告纸学习编织艺术 有的将国外流行的谍背游戏 带入偏远小学与小朋友互动 甚至还有单位用狗狗来当义工 专门替高龄长辈以及身心障碍者进行辅导治疗 因为爷爷奶奶之前他们有养过狗狗 他可能就会看到很高兴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一把零食 然后告诉爷爷奶奶说 请你一个一个喂个给狗狗吃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运用他的手指头慢慢的抓 然后把他伸出来达到他运动的效果 我们过去一共卷动了17万人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志工的行列 那么未来我们要透过志工大学结合非营利组织 地方社区还有学校的力量 大家一起来做志工服务 让台湾成为一个志工岛爱心岛 现场除了可以借由参观 收集各摊位的点数换取赠品 还可以寻找喜爱的服务团队进行志工媒合 看到年轻学子展现出充满温情的活力 亲府会对职业表达肯定之意 强调每间大学都应该重视学生参与志工服务 从感动当中改变自己 才能培养出品格的竞争力 记者洪嘉宏 腾中长报道